早在香港開埠之前 澳門已經擁有它的新聞事業 但澳門並未提早享受到新聞自由 早期的報紙 每日出版之前必須送檢 出版印報前送大洋送檢 另外每一間報社 所以他讀印人一定要找個蒲國人 開辦的時候我們就認為 這些新聞檢查制度 發誓師 今年年初 美國發表的《國務院人權報告》指出 澳門的報章都是親中的 並沒有給予一些 傾向自由民主言論的派別有關等的報道 報告又說 記者方面恐怕一旦批評政府 或者中方的政策的話 就飯碗都不保 於是自我審查 在澳門來計算 有新聞報道的電台和電視台 只有一間 這間電台和電視台 它的大股東是官方 而其他的股份是中方和商人 在新聞採訪官的工作上 不少會受到官方和經濟方面的干預或影響 我自己的經驗 我以前在這間電台工作的時候 我曾經多次受到上司在新聞警察方面的干預 譬如說 有一個問題 關於有一次 一間大廈的火燭 頂樓 有很多人眼白白看著一個人 是消防員救不到 整個小時後 跌死了 在高層 我們追問這件事 有關方面 我們的高層就說 不要追問那麼多 不要造成官方的壓力 我覺得這些 也是一個 新聞自由方面的壓力給我們 新聞自由這件事 澳門的葡文媒介 又有另一種體會 如果你想要 韓國的記憶 比中國的記憶更自由 比中國的記憶 只要我看到 中國的記憶 只要我讀的東西 只是我讀的東西 在翻譯上 但是我讀想 中國的記憶 是沒有自由 像是 其他記憶的記憶 在一位或是兩位 你能看見 那些記憶 在香港的記憶 我認為是全民 每個人都可以說 他們可以說 他們可以說 當然我們有 記憶的法律 如果你超過 按照1990年澳門新攀布的出版法 命令賦予澳門人充分的言論自由 政府這麼開放的言論自由承諾 照理應該受到媒介熱情的歡迎 但是實際的情況就冷淡得多 而自稱曾任蒲國記者協會活躍分子的新聞師師長 就堅持說澳門這個出版法是完美的 只是恐怕記者本身不夠讀 但是記者方面覺得自由仍然是大有干預 而且非常視乎長官意志 最近就有兩份泡文部長被控濫用新聞自由 社長被判入獄現在仍在上訴 他不是說記者編輯寫一篇文章去告他 而有一封讀者來信 裡面是涉及到諷刺某個政務司的情況下 令到澳門的工作能力不夠 令到澳門的治安情況很差等等 而就告他濫用新聞自由 就是告社長給這封信登 很奇怪 我們大家都知道讀者來信是非常多的 如果這宗案例成立的話 將來我覺得很危險 那報紙敢不敢再登這些讀者來論呢 澳門報紙的讀者來論可謂充滿殺傷力 兩年前澳門電台的早晨直播熱線節目 《今日默博》 就是被一篇讀者來論指該節目容許聽眾 抨擊政府影響中蒲澳人民的感情 而被腰斬 後來改為現在的澳門廣場 對直播形式是加以控制 澳門電台新聞部經理鄭星輝說 他們在編彩排稿方面 上頭並沒有給予直接的指令 但碰到公司方面要求追蹤跟進某些新聞 按公司的立場他們會照做 對未來的新聞自主他又怎麼看呢 基本法來說都規定了 九九年之後澳門有新聞自由 不過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看將來的東西 也不能夠說得很明確 要視乎未來特區和中國到時的開放政策 去到哪一個地方或者哪一個程度 按照現在美國說 或者是中國人權已經有所改善了 也希望未來特區政府能夠比較 受中國影響的程度沒有那麼大 到時的時候就可以維持澳門的新聞自由 不會受到這麼多外來的干預 至於電視方面 澳廣市新聞部經理陳志平說 編輯部是獨立的 又絕對的自主 按照澳廣市各方股份分配 政府、商界和中資三方都有勢力 三方面的默契和尊重 在很多兆務上可管可不管 新聞部似乎落語在微妙的格範中 享受獨立自主 而自主當中又無可避免地 受到新華社轉接地的干預 澳門的媒介 但是是否都盡量避免批評和得罪中方呢 中國人的目標都不會提供中國 他們已經在中國 這裡的新聞界又指出 中華官方極相似的地方 是消息需要宣傳才向新聞界發放 過去每個星期舉行的政府新聞發佈會 最近也都取消了 現在就盛回保安警察、勤於見記者 講下治安措施或者是破案經過等等 政府的透明度不足 形成採訪困難 相信部分歸咎於華人記者 報問能力不足 政府新聞司司長簡明斯 力斥政府透明度不足的說法 有一個新聞司司長在馬卡羅 沒有一個新聞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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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新聞司長 如果有一個新聞司司司長 如果有新聞司司長 想聯絡我們 他們必須聯絡我們 然後我們開門 這是我們的文件 我們也要開門 澳門政府的透明度比較低 有人認為澳門人自己不喜歡 兼想遠離政治 另外在傳媒的角度來說 澳門的傳媒比香港的傳媒好 因為根本沒有存在自我檢查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根本沒有什麼需要檢查呢 可能澳門人他們追求安定反應 比我們香港人更加有決心 八九年這一幕澳門人記憶猶新 當時政府宣布為非法移民登記 而一夜之間湧出幾十萬黑市居民 令到治安當局大為震驚 事件稱為龍的行動 自此之後澳門人似乎驗出了一個道理 就是澳門絕不能亂 即是說要安定 其他一切不管 所以政府、商人、傳媒都遠離政治 恐怕政治會帶來動盪 中埔關係和中英關係到底有差別 中埔友好在很多事情上都妥協了 包括了澳門人的新聞自由 對於一個葡萄牙記者 九九年主權移交有什麼含意呢 但是對於血濃於水的華人新聞工作者 心情是否應該更加興奮 還是相反地有些迷惘無奈呢 中埔友好就起了紀念碑之紀念 中英交惡又怎麼樣 起什麼都不要緊 我覺得千萬不要起火 對,香港的政改爭論令人很煩 澳門始終是比較舒態寧靜一些 當然了,澳門政府早早已經說 澳門你以為我還給你,中方 但是中國政府說 等一下,等等先,多多久 我想如果有這樣的策略可以成功的話 不如英國政府學澳門政府 將香港早一點歸還 大家都沒事了 比較天荒野譚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